大家晚上好 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努力 只要我们去用心去领悟 在群里多交流 一定都会取得自己想要的那份收获 郑重声明 本群不收费,不见骨,不带克理财 郑重介绍一下我们的王岩师姐 量学是王子老师发明的一门古事实践科学底洞 被广大量游称为古海云灯 王岩师姐是王子老师弟传弟子 更是量学云讲堂金牌美女教练 新光量学大家长 他始终比较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理念 被大家亲切称为暖心、贴心、知心的留解 王岩师姐曾经古事多年 持盘操作魂建系列 善用三线规律解调魂 时装选强 请牛股及奥底淘金 风筝飘 趋势选牛 师从王子老师后 更使请精修勤练 生得量学真谛 其授课特点 量学素养后世 解盘与交流中 随处可见其思想生随 思维超前 思考深刻 对各股的前世今生 解剖得清楚明白 实践经验丰富 看盘有大局 解盘有逻辑 预判有重点 进退有标准 实际操作中 善于把握 凝界启动点 教学思路清晰 注重基础原理挖掘 零盘细节 解释 透彻到位 优善找庄家 特点 规律 看本质核心 定 关键 节点 教学风格 灵活 不实 战法运用灵活 擅长抓大放小 看长做短 时装选强 形容桌腰 对清华量学援助教材中的量学战法 如属加征 适合量学基础薄弱 不会玄虎的学员打捞量学基础 提升玄虎能力 也适合老学员强化中和运用 把握实践细节 学习量学理性要求 我们不推荐任何个股 只按量学标准 自行跨线练习 雄里一律不需要买卖两次出现 交流过程 禁止建功 凡是没有真正掌握量学标准者 或者没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操作的能力者 不要失盘 尽防被套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本视频用于解读清华版量学经典原著 弘扬清华版量学技术精髓 免责声明过往案例 仅供参考不做未来收益保证 据此操作风险 自负 今天与大家交流的一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大盘的解析 第二是转快分析 第三涨停趋势 第四对个股的分析和预判 我们先看大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是不是主动的离开 因此在大盘主动离开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什么 肯定是不好的 对吧 因为隔了两日 周末 星期一离开 说明股市整体的状况有可能会向下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前一天你要设置盘弦三线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设在这个阳柱的二一位 对吧 设在上 上不上线呢 我们就会设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大盘的十点 但是今天直接跳空 离开在中线下方 说明什么 说明它有走弱的绩效 那我们结合大盘的话 来看个股 一旦它成了倒三维 对吧 而且呢 这个亮波上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它直下 是吧 那人线也小下坏 而且是上 上率 你看下率 对吧 同步向下 成了一个标准的倒三维 那你有个股的人吗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就会主动的进行撤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个盘前三线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被主力 对不对 那你按照标准进行撤退 往往你的损失是最小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盘前三线应该如何设置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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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说上行找阴实定 但是由于这个阴柱是0.54 在大盘里面0.54相当于一个中阴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取它的二一位为上线 它的收盘价呢 为中线 下行找阳实底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实底已经 你看它精准的收在这个实底这个位置上 那次日呢 由于它的亮柱 我们也看到是不是阴平阳 那这个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九阴有出现的迹象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有跳空 所以说次日往往它下刹的力度是比较强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根据它的跳空的力度 以及亮学的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阳对吧 大阳的二一位也是一个重要的防线 所以呢 我们的下线可以设在大阳的二一位 那有的人说 为什么不可以设在这个大阴的实底 同时又是这个虚底 这个大阴的虚底这个位置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学位 大家说的没错 但是我们是就近扫充足 所以说我们宁可把它想得坏一点 对不对 我们只有做好往坏的一项 一旦它不能够达到这个位置 它才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而更装 对吧 这是大盘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里面 涨幅上涨的个股 你看 在百分之零到零点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三的 有一千多家 从整体的比例来看的话 是不是还是跌的多 涨的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去抓个股 要抓优质的个股呢 那就要跟上热点 同时要找到量价建构好的个股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跟上装的节奏 那我们从大盘的这个盘向的空间 可以发现 上面的空间小 下面的空间大 常态呢 就是看跌防涨 那我们再看看板块指数 从行业板块 我们看看 涨幅上来看的话 是不是通信占首位 那RT设备 是第二名 环博是第三位 那下面的第四位是软件服务 你看电信用营 互联网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发现 热点板块 是不是都集中在新科技上面 你看软件服务 也是新科技 通信设备 互联网 元器件 都与新设备 新科技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选个股的时候 世界经常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要概念叠加 概念叠加的越多 那说明它的功能越多 功能越多的个股 是不是 它就很容易随着主力 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行情 向一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从概念板块来看一下 从掌听榜上看 你看最热的还是人工智能 高科技 对不对 世界天天给大家强调的就是 新能源新科技 概念叠加 你看人工智能芯片 大数据5G 新能源车 是不是 你看 性创 云计算 都是 新科技概念里头的 那从涨幅榜上 我们也可以发现 是不是 全部 你看 所有的涨停 各门的个股 都在这新概念上 不是 都在这新科技里头 因此 我们选个股的时候 要抓住主要的方向 它调整的时候 我们休息 一旦它调整到位 确认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上 桩的节奏 从涨停榜 人工智能 是最热门的 是不是 第二个是芯片 由于过热的个股 往往都会分化 所以说 这时候只有 建构比较好的 浓头 对吧 这样的个股 还不容易 起到一个被分化 是吧 所以说 我们选过的时候 一定要选强势的 那我们看看 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的走势 从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我们缩图 可以发现 它已经过了这个平台风 是不是 从它的这个位置上来看 过锋 它又保顶成功 它下一个目标 就要到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 那常态的情况下 它会到这个位置上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 它已经过锋 保顶 如果大家选的个股 也是跟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板块的个股 是板块一样 它处于过锋 保顶的位置 往往它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选股一定要先 不仅要看 自己的个股强不强 同时要跟板块来比较 看一看 这你选的个股 是不是强于板块 那强于板块的个股 一般的情况下 只要板块移动 它就会像羊花一样 随风飘荡 我选的这一只个股 习夫 不习软件 这只个股 在前面一段时间的时候 世界也跟大家交流过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个股 是不是也占上了战略风 对吧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 奥扣平量柱 像这样的个股 在你复盘的时候 就应该引起关注 那今天你就能够享受到它拉伸的乐趣 对吧 那有的 我在今天 我在群里面与大家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 大家好多说 哎呀 我看到很强的股 我不知道如何进行更进和介入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究竟的量价关系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今天这一天出现了一个低开低走 破了二一位 常态它应该跌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动态的变证的来看 一旦它突破这个大洋的二一位 同时又过了这个阴的二一位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有上风的动能 因此主力也有上风的力量 那从这个阶段的底部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形成的是什么 刹车换挡加油 又到了什么 过左风的这个位置 同时我们结合量来看呢 是不是 它的量是什么呢 整体上 同一水平比 是不是 价一价比 量与量比 助比背离 必尚无疑 对不对 那这一天呢 如果说你发现该跌不跌 在这一天就过了二一位 就是你最佳的一个伏击点 那这一天没有伏击 今天呢 只要它跳空高开 对吧 下踩 我们可以看到量波上没量 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 是不是 跳空高开在中线的上方 是吧 而且它没有回补 从量波上来看 它低点是无量的 是不是 突破人线 拐头向上 就是我们最佳的一个介入点 那有人说 我在这里介入 有的个股就会跌 那我们就要结合 左侧来看 看它是不是假跌的 对不对 如果是假跌 它必然有增长 如果它不是假跌 这里又是大阴的话 常态的情况下 主力自然会因为 左侧的压力 进行主动的调整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芯片 从芯片我们可以看 它马上又要到左峰 这个位置 当下没有 还没有 过这个 究竟的这个高量 这个左峰 是不是 这里又是一个筹码 密集区 因此在这里 主力往往会采用一个什么方法 反复震荡 一旦觉得压力小 它就会 才会上攻 感知到这里压力大的话 往往就会采用什么 主动撤退 在下方找到支撑之后 然后才会进行 进一步的上攻 那当下我们来看 形成了架升量根 那我们上线 你有芯片个股的朋友 就要看什么 就要看这个板块 明天能不能够 有效突破这个因的失定 如果它不能够突破 有效突破这个因的失定 那你的个股 也有可能会 大部分都会走落 出落龙头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 你找的个股 是不是强于这个板块 如果强于板块 它的调整 往往对龙头个股来说 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如果说 它若以这个板块 那你就要盯好板块的 这个上线 如果说 它要进行了一个调整 那你的个股 也会出现 大部分都会出现调整 这个时候 你就要学会 主动的进行来应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芯片 现在出现了 T2柱 对吧 同时 又是站在了 这个 因柱的 二一位 之上 那你的盘前 三线 就以 设在 这个 阳的 实体 上线 就设在 这个 阳的实体 那我们也可以发现 就是 上面的空间 下面的空间相比 就是上面的空间小 下面的空间大 常态 我们就要 看跌 房长 那 我说的这个 是盘前三线 说的是板块 其实呢 个股 也是如此 那我们看看 大数据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 大数据 是不是已经 有过风的 动作了 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大数据 是不是 过了这个 平了这个 左风 因为这里 你看 有三个 精准点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下 它出现 不过 那 上有精准 是压力 我们知道 那这个时候 我们心里就要做到 有数了 上方 有三个 精准点 上有精准线 是压力 对吧 压力 常态的情况下 它要出现 调整 它会不会调 那我们就要看 次日 主力的 动作 我们缩图 可以发现 它是在 左风 不进 从量能上看 主力 有叙事的 动作 对不对 能不能够 有效突破 那就要看 次日的 走势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 你看 我们缩图 就可以发现 这里又是一个 阴亮柱 你看 它都在 这个 左风下 所以 常态呢 我们看条 防掌 那 我们根据 盘前 三线 的设置 我们可以发现 下行 找这个 阳的 湿地 那上线呢 它通过了 左侧 又站到了 平了 这个 就近的 左风 我们上行 看 阴湿地 那我们就要看 这个 阴柱 的湿地 估计是 3.80 3.80 的一个 跌幅 我们可以取 它的 二一位 来看 所以说 我们先看 这个 阴柱的 二一位 当阴柱的 二一位 被有效突破 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 一个 动态的 调整 而不是 大家说的 你设的 上线 它 我看 它 又快要过 又没过 我就把它 给卖了 那你看 我看 这个时候 就要接合 什么 下面的 建构 它是不是 强 还有一个 我们要看 量波的 走势 它的力度 是不是很强 如果建构 又强 力度 又强 那常态 它就会 很轻松的 就能够 突破 这个二一位 那我们就要 动态的 来调整 动态的 来跟装 这时候 看它能不能够 站稳 这个音的势力 如果说它能够 站稳 常态的情况下 它就会 进一步的 上弓 如果站不稳 这个大音势力呢 常态 它就要 回调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在盘中 进行一个 动态的来看 辩正的 来看它 而不是 意味的说 啊 我看它 双胜柱 它就要上涨 我就不动 那你要看 上方的压力 是不是很大 对不对 那同时 你要看 主力 上工的意愿 强不强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通过 量波 进行 来辨析 它当天的 走势情况 那在这里面 我跟大家 交由一只个部 这个 复原信息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只个部 我是这一天的 这个 背量 掌停板 发现的 它出现了一个 单枪上筒 我就知道 根据几点侧向 那常态的情况下 它会有 回踩的动作 次出现了一个 回踩 我们可以发现 它踩在什么 这个桩 非常的脚踏 它踩在了这个 高亮度的 须底 这个位置上 看到没有 而且 它是有精准的 大家不要把精准 看得特别死 有时候个部 它有理 它的价位 比较大 对吧 香菜一毛钱 两毛钱 它也是正常的 如果是几块钱 十几块钱的个部 它四五分钱 它也是精准 所以说 如果说 一分不差的精准 更好 对吧 那个说明 阻力 控盘的力度 更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上筒 放量 下踩 缩量 这是不是一个 双剑 八甜点 对吧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次日出现了个 阳盖音 但是由于它没有 赞索这个高亮 足的吃点 所以说 它不在安全线 之上 所以我们这时候 只能观望 等它突破之后 回踩 你看它是不是 开盘就开在了高亮 石顶上 单枪上筒 同时 我们可以用 同意水平来比 是不是 价价比 量与量比 是不是 它是背离的 常态 它要上攻 所以说 它又创出了新高 这样的个部 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 你看 次出现了一个 假洋真音 我们说假洋真音 务必当心 当然 假洋真音 务必当心 是在 左侧 有强压力的时候 同时呢 是在下跌的途中 我们要 务必当心 在上涨途中 有时候 主力也会用 这种手法 来 哄骗 散户 因为 假洋真音 我们学过量学的人 都知道 是不是 它是 以弱 是强 但是在上升途中 往往主力会 还用这种手法 进行一个 洗盘的动作 所以说 我们关键 还是要看什么 看它 是否跌破了 这个 杨株的 二一位 为标准 对吧 因为 我们说 量波 来自 日向 日向 是根基 对吧 所以说 不破二一 不破关键学位 这样的个部 即使这天 跟进 这一天呢 你也没有 完全清仓的理由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 跟上 师姐 讲的 心理 干法 进行 应对 即可 那 今天的这个 大洋柱 就会属于你 对吧 我刚才讲到 芯片板块 和其中的 一只个股 那我们看看 大数据 哎 我把 板块和个股 一块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大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跳空的 洋柱 刚分析过了 我们看看 这个五级概念 你看 羊 是不是 羊堆 羊亮堆 特别 特别的密集 我们可以发现 它总体走势 还是比较稳的 是不是 我们说 极羊 比声音 你看 在这里出现了几个羊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连羊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防什么 防跌 因为极羊 羊胜 比声音 同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当下的 什么位置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当下 又要到了 就近的 这个 左方的 这个位置 是不是 就是筹马 一几区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防 那我们防什么 防止它回调 对吧 从它的走势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 连续的拉伸 有被动 拉伸的嫌疑 常态的情况下 一旦实力不济 往往它就会出现 有人要出逃 对不对 会主动 不得不撤退的动作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防跌 上行 找 杨实底 下行 找 上行 找 阴实底 下行 找 杨实底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它是一个 照空中 常态 的情况下 它还有上弓的动能 因为它的量能 还是相对比较含蓄的 它是下升量根的 对吧 那我们就听好 它的下限不能破 那你只有个股的话 下限破了 那个股 你就要做好 防范 一旦它破了下限 那我们也要跟着 阻力进行出逃 这个时候 我们说用什么方法 是最好的呢 那你就要用 双阴出货的方法 来进行 应对 我们看看 这是 通底科技 你看 今天它是 下升量 量缩 而且它的量波 是不是 非常的 漂亮 那从 它的 人线与天线 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 在这里 一二三四五 它有超标的动作 对吧 常态 它有调整的可能 为什么 根据前面的走势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阻力 一旦出现 涨平的大阳 往往都会调整 所以呢 我们根据 它前期的习惯 我们就要防调 那 有人说 架升量缩 不是创新高 看涨吗 是的 没错 架升量缩 创新高 肯定是 看涨的 对吧 它必然会 创新高 但是 我们要根据 前期 主力的走势 习惯 来 集前 做好一个 防范的 准备 当然 它该跌不跌 更强 是不是 因为 它在这里 它走的是 涨停板 又是缩量的 它必然 有新高 那新高之后 它会不会 进行调整呢 是不是 如果说 它在这里 跳空高开不多 而且 峰时 正三维 那就说明 主力 它就要做 与它 常态规律 相反的走势 往往会进入 什么 加速的一个阶段 那 有人 有 很多人就问我 说 你每次说的 稳健的 伏击者 杨盖因 可以伏击 那 像这种情况 我应该如何 进行伏击呢 那我们说一下 那在这里 这是不是 过了 左风 对吧 那 究竟的 左风 已经过了 对吧 这个你是 高开 低走 对动 撤退 而且 我们可以比一下 它是缩量的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筹码 是主力的 对不对 那现在 当下 又攻到了 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里 出现的是什么 高亮 黄金柱 是不是 高亮 黄金柱 其后的走势 往往令人 欢心 服务 对不对 那我们要知道 哦 这里是高亮 黄金柱 同时又 过了 左风 说明什么 说明 主力要发动 新银龙的 进攻 那你这样看牌 你看懂了它 是不是 你就可以 跟上装的节奏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 看看这个 5G 新能源 新能源版块 你看 它现在是 刚刚过了 这个凹峰 对吧 又遇到了 就近的 这个平台峰 所以说你看 它之间的间距 是非常小的 在这个位置 是非常尴尬的 所以说 我们只能找 比它板块 强的个部 那突破 这个平台峰 强于它的个部 那你拿在手中 才比较安逸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个 随便看一次 看一个 飞龙虎缝吧 飞龙虎缝 你看 是不是 就是比板块 要强很多 对不对 像这样的个部 你拿在手中 还会更安稳 更快乐 这一天出现了一个 四阳 你看 平了左阴 是不是 长阳矮重 而且它回调的幅度 是不是在它 连续 拉伸的二一位 之上 是不是 所以说 这是一个调整 强势的调整位 那这样的个部 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 一旦它跳空 过了这个高亮的实力 那就是我们 跟装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 你看 这个阻力 只要 你看 一跳空 一过回踩 一过人线 就会迅速的 拉转天板 所以说 你根据前面 转天板 阻力 拉伸的习惯 你研究透了它 那今天 只要它 你看 正三位 你就大胆的跟进 往往就会享受到 这个 这个 掌停板的乐趣 所以前面 它有连板的习惯 所以说 明天 它也有可能 还会继续的 上涨 对不对 连板的可能 也是有的 你看 这里是什么 价涨量平 相当于什么 价升量缩 对不对 还有新高 刚才我跟大家 结合了 转快的风险 也结合了 个部的风险 那我们 透过盘看看 今天的 掌停趋势是什么 那我们就 通过个部来看一下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过风的 是不是 废掉过风 你看 涨停 几先锋 今天又涨停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结合 左侧的空间来看 那同时 你要看 左侧的下跌 是真跌 还是假跌 那假跌 它往往会上涨 对不对 如果是真跌 它很难上涨 所以说 我们要动态的 变真的 来向左看 这个呢 已经是倍量 加倍量 过了这个 百高峰 那能不能够 形成一个 变态的走势 那我们 就要看 明天 对吧 由于 你看 它在这里 反复的折腾 有 有开板的情况 常态的情况下 往往 它会有一个 调整 这是过峰的 你看 今天 这个 也是过峰的 都是过峰的 而且你看 量能 非常的 含蓄 说明什么 主力 控盘 很好 虽然 它的价位 很高 你看 它当下 才过了这个 究竟的 百高 常态 还会有 进一步的 上涨 空间 你看 这都是过峰的 你看 这里也是用 倍量 突破 作峰 这是 咬线 我们说 咬线 不可靠 过线 坐线 最可靠 所以说 咬线 只能说 主力 有上空的欲望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 要 确认 你看 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 奥底 陶金的一个 走势 这个也是 是不是一个 奥底陶金 那有人说 那奥底陶金 不是在这个 长阴短柱 下跌 大阴的这个位置 出现相对的 出现一个 大阳柱吗 是的 那你说的那种 是下跌 是比较好的 这个长阴 它是 没有超过 这个 它下跌的阴柱 不会超过这个 下跌以来的 阳柱的 长阴短柱 一旦发现 它这样的 打阴的时候 那主力是 打击 别人的价位 保护 自己的筹码 往往会在 奥底 出气什么 刹车 换挡 那量性 转强 才是我们 跟进的 一个位置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把它 看作是什么呢 你看 这是一个 刹车 换挡 加油 对不对 用真底 战法 好多人 变不清 是王牌柱 那我怎么看 它是刹车 换挡 那你就看 真底的抬高 你看 这里 是不是 真底抬高 三级 真底抬高 是不是我们的 玄谷标准 你看 同时你看 它是 散在了 凹峰 之上 所以说 今天 拉出了一个 大杨柱 由于 它的量能 比较 张扬 同时 又没有 突破 这个 左侧的 这个 阻峰 所以 常态 它要 调整 你看 这个 滑溪 股峰 太牛了 这是前面 与大家好像 交流过的 一只 客观 你看 调整一段 时间后 连拉几个板 是吧 所以说 有的 我们一定要 学会 在它没有 整个走坏的 情况下 我们要学会 耐心的 观察 金正 抬风 也是走的 过风 现在都走的是 过风 比较多 你看 这也是 过风 过风 这一天 缩量 涨停 这样的 个股 比较 重点的 要关注 四日 只要一 跳空 下踩 不亮 就是机会 这也是 跳空 过风 这呢 也是 你看 这是 微增量的 涨停 板 过 摆高 四日 出现了一个 单枪 上筒 你看 像这种情况下 它的量 还是含蓄的 跳空 又没有 步 虽然没有 涨停 我们有没有 理由 去把它 清仓 我们有时候说 次日 不涨停 我们要 清仓 那是要根据 位置 来决定的 对吧 不能是 所有的个股 一概而弄 位置 决定 性质 那我们可以 看到 你看 左侧 它下跌的 多漂亮 是不是 它又 刚刚过了 白高峰 它还没有进入 新一龙的战略进攻 怎么可能会撤退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辩证的来看一只个股 如果说左侧有极压力位 它不涨停 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出货的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 架升 两缩 常态 还有新高 这都是过峰的 所以说今天的整个 从这几只个股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涨停 趋势 都是过峰 那我们就要看 过峰 能不能够 保顶 成功 对吧 那我们抓主要的 趋势 涨停趋势来做个股 那才会 稳操胜券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代表着 大多数 个股的走势 你看 这也是浪潮软件 也是过峰 你看 出现了一波 凌厉的上涨 这个呢 金球信息 是吧 在这里 你看 它又出现了一个上涨 由于它的节奏变化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干什么 我们要防跌 为什么 你看 它前面走的时间 是不是很短 在这里走的时间 越来越长 我们要防止阻力出货 你看 这个珍视通 走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阻力 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为什么 你看 它处处都有涨停板 调整之后 你看 它不破涨停板的实力 所以说 它的涨停基因 没有被破坏 像这样的客户 一旦发现 它出现了三五 三级的进阶的时候 我们就要密切的跟踪 一旦进确认 我们就应该大胆的跟进 那你就能够享受到 这个涨停板 对不对 当然 我是涨停板 选我 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一般是选不到了 当下它的位置 我们就看能不能够 突破 这个 这个高量的 实力 也就是这个左崩 因为上是有精准的 对吧 精准往往是压力 我们也可以缩头 你发现 这只个股 在长期震荡中 并没有大幅的上涨 对吧 所以说 一旦它突破 确认之后 往往还会有 进一步的上涨 如果不能够 有效突破 确认 那 短线 常态情况 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也是 过峰的 同围股峰 你看 量等 非常的含蓄 但是 根据 主力的习惯 发现没有 涨停板之后 就会出现 调整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这个时候 要防 调 哦 这讲的是 人工智能 从人工智能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涨停的个股 都是这种走势 那我们今天 给大家 预判几支个股 来看一下 那这一支个股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们首先 看到 它是一个 倍量的 涨停板 对吧 倍量涨停 说明主力 是有实力 有雄心的 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 跳空 涨停的 而且 过了 高峰 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 要发动 新一龙的 战略进攻 即将开始 是不是 它能不能 发动呢 这是我刚说的是 预判 对吧 它能不能 发动 我们就要看 它会不会 回彩 确认 如果说 它不会 才确认 它要强势 会怎么做呢 必然会 跳空 向上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它已经 过了 百高峰 站上了 战略峰 这里是 咬线 对不对 而不是咬线 这是 过线 那我们说过线 是可靠的 那可靠的 它能不能够 被确认 这是很关键 对不对 因为它又是 第一次 过峰 所以说 一是看 我们这时候 要稳下心来 先看 它能不能够 形成过峰 保顶的确认 一旦过峰 保顶确认 这样的 个部 就是我们 是不是 要积极 合机的 一直 个部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 它长期下跌 是不是 都没有一波 像样的上涨 当下又过了 百高峰 同时又突破了 这个左侧的 这个峰 这个股 峰线 是不是 在这里 它是一个 有强支撑的 对吧 那所以说 像这样的 个部 站上 站着峰 它又是 跳空 倍量足过的 那所以说 它很强势 这样的个部 我们就要 重点的进行 一个关注 那这个时候 那有人说 为什么你会 关注它呀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 没有 阴过 阳的柱子 即便是 油 也被消化了 对吧 对 那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底部 抬升的时候 都是偷偷摸摸的 而且 你看 这是 二零 二零 十二月 它已经有 半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 它已经 过了这个 穷风 而且是一个 倍量 上停板过的 所以说 那这样的个部 说明什么 它已经 要走 上升的趋势 概率是 非常大的 我们 所以要 进行一个 关注 这题里面的 细节 世界在 课程中 也会 给大家 讲解的 我在这里 我就不再 做赘述了 那我们 这支个股 明天 如果说 碰到它 继续 跳空向上 我们该 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 就结合 盘前三线 进行应对 那上线 我们就设在 摆高峰的 十顶之上 那它的收盘价 就是中线 那上线 我们设在 它的跳空缺口 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 它跳空 或的这个缺口 说明 它更强 对不对 那从空间上 看的话 就是 你看 它是平的 是吧 上下空间 差不多 那我们就看 开盘 定制 还有这一支 天翼 捕缝 天翼捕缝 我为什么会选它 我想 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选这支 个股的思路 因为 你看 在这里 出拳 是不是 之后 在这里 创出了新低 是204月份 以后 再没有 创出新低 而且 它的跳空缺口 没有 回复 在这反复 震荡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 阳多 阴少 阳大 阴小 而且都是 缩三 缩三 进行了一个调整 在这里 它出现了最 最好玩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它出现 摆低之后 是不是 不再 创新低 而且出现了一个 倍量上攻 那就告诉 主力 要进攻了 对吧 在这里 你看它的量能 特别的含蓄 在这反复 震荡的过程中 它用 今天 它是不是 用一个涨平板 倍量掌停板 轻松突破了 这个穷峰 而且 也是 站在了 这个白高峰 之上 那老师 王子老师 在那个 量线桌掌停里面 说过 当我们发现 穷峰的个部 我们要取 三个或 三个以上的峰底 画峰底线 那这样的峰底线 更具有参考价值 是不是 那当下 它已经过了 你看 这个白高峰 又过了 这个平台峰 是不是 同时 它是一个 含蓄的 被量柱 跳空过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阻力的实力 还是蛮强劲的 所以说 我就选了它 从左侧的下跌 我们也可以发现 是不是 都是 没有经过 量的量柱 而且是 长期下跌 有多子 多祖 白日 低量穷 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一个 牛骨 对不对 那现在又站上的 这个平台峰 而且是跳空过的 说明独立上空的意愿 是非常强的 要发动 一种进攻 当然 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能够 因为看到它长 就要盲目地跟进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提前划好 含蓄三线 那如果说它跳空高开太多 那我们宁可放弃 也不要去追涨 因为一旦跳空高开太多 如果主力 它没有 没有预判好自己的位置的时候 对对手打的时候 它不得不 不得不撤退 那我们跟进去 是不是很被动 所以说 确认才是我们的机会 因此我们先 提前化好 盘前三线 进行一个 预判 你看 这是 它的虚顶 左锋 是上线 那它的下线 我们可以设为 它的二一位 因为不破二一位 还可能向上 是最好不破上三一位 为强 如果回踩不破上三一位 那它就是强势位 一旦被确认 常态 它就会继续的上弓 如果说回踩到二一平衡位 那我们就要 耐心的要等 确认回家 还有一只 是这只 虽然没有涨停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只个股是 背量 单腔 过了这个 摆高峰 而且这只个股 你看 它的亮性 也是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在这里形成了 底部 悄悄的抬升 而且在现在 当下 已经过了 摆高峰 同时 又到了 出圈的 血口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 它往往是 没有压力的 对吧 那 单腔 上筒 那说明什么 根据起点测降令 上一阴长 说明什么 说明上方是有抛压的 对吧 那我们就等它过锋 保顶的确认 一旦确认 那又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元器件 那有人说 那我看元器件的板块 强不强 如果它强于 元器件的板块 那我们就可以 继续的跟踪 和观察 一旦确认 你就要学会 按量学标准 进行跟进即可 这四个部分 我给大家都分别 交流了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 王岩世界能够给我这样的平台 结合王岩世界 教给我们的一株一线 一空间的思路 和大家一起交流 学习 感恩量学 感恩王岩世界 感谢大家的陪伴 星光量学 机训班的学习 交流更加快乐 更加精彩 同时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群里积极互动起来 只要你有时间 在群里面互动 我相信你的量学 提升是相当快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你哪个地方是弱项 对不对 当你在群里面 问的多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你在这个地方会有比较弱 大家都普遍弱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集中的搜集 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 会做一个重点的交流 对象来给大家进行解剖 使大家把这一部分 搞得更透彻 更到位 好吧 着空会 那么 对象来